早晨,今天是1月23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博威環球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聶振邦 和我譚凱韻陪你一起開市 Thomas,今早大席有什麼指點? 接下來美國是大選 到底總統的選舉如何左右環球股市表現呢? 稍後會談談 另外,近期港股的表現都是一般 但當中也會有上升的股份 我們會探討一下為何這些股份會升 以及會不會有投資的機會 提提大家,後日星期四 基管局的債券會截止認救 待會Thomas也會和我們詳細分析 值不值得認救和如何認救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中,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況 美國三大指數做好 道指和標指在創新高 道指升穿38,000點 NVIDIA一度升穿600元 美國科技企業今個星期將會陸續公佈業績 十年期債息回落 美股延續上星期的強勢 道指高開後最多升245點 高位見掛38,109點 收視升138點 收報38,01點 標指升10點 收報48,50點 升幅0.3% 納指收報15,360點 升49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 逆市要跌超過2% 歐洲股市普遍做好 消點美股是各別發展的 蘋果升超過1% 市值重上3萬億美元 重新超越Microsoft Google、Amazon也要跌 即將公佈業績的Tesla跌幅要超過1% NVIDIA曾經升穿600美元 收市升1.4% 收報596.54美元 AND回圖3% 超微電腦上星期五急升3.5% 上日再升超過3% 2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上 網易比本港收市高出3% 京東、亞里和美團比本港收市高2% 匯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2% 收報是折合59.92美元 小鵬比本港收市高出5% 蔚來比本港收市高出3%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現在是繼續做好的 最新升近233點 升幅0.6% 去到36780點 日本央行今天會公佈最新的議席結果 首爾綜合指數向上升4點 新西蘭普通股指數升45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都是向上 升幅0.5%左右升62點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的情況都是做好 昨天恒指結穿155點之後 今早的黑期升155點左右 上爛5點流上15,1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對原本和大家繼續跟進 跟Thomas King King的外圍市況先 美股非常強勢 上天再創出新高 道指升穿38,000點 納指上星期升穿了恒指 現在差距就進一步拉闊 最新數據顯示 其實市場預期3月份減息的機率 最新是有4成左右 現在最新是跌到0 即市場看完一系列的數據之後 就判斷3月減息的機會似乎沒有 但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其實美股也繼續做好 資金繼續流入 以及指數就再創新高 政經從來都分不開 今年美國年底就會大選 現在各個州份就進行黨內的初選 南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州長 就是德桑蒂斯 星期日就宣佈了 他會退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 轉為支持前總統特朗普 現在初選主要競爭對手 就剩下前美國主聯合國大使克利 就是跟特朗普去競爭 推遠一點去問 如果特朗普能夠代表共和黨出選 以致重回白宮的話 你覺得對環球投資市場有甚麼影響 譬如印象中大家都有些記憶 就是特朗普再任那四年 其實美股做得不錯 四年裏面都 有三年都做得不錯 如果真的他重掌白宮的時候 會不會對美股或者美國的股票市場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利好 本身特朗普是商人出身 所以市場也會去看看 到底他在國際貿易方面 到底部署是怎樣的 事實上按照他之前的資本市場 以至到美國經濟的旺跡時 相對上國民也好 市場外圍也好 其實信心對他也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他當選的時候 我相信在一個初期當中 美股的表現都會傾向做好 以及他對於那一局的息率 如何變化是非常有意見的 即是之前在任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想他會特別關注 可能會敦促減息的步伐 會是加快 從而令到美國的經濟 向好的誘因相對上會比較大 這也是利好美股的表現 但也要去考慮 其實在他之前上任的時候 他傾向是推薦美元的政策 到底接下來會不會再次做這件事 這有機會對於股票以外的金融資產 可能價格上會有些影響 所以在他上任的時候 傾向上股市是利好 但其他的金融投資 可能大家要多關注 可能環球第一去哪個市場 資金流 以及去什麼資產配置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急的逆轉 大家留意著 因為譬如昨天 新加坡銀行都有一個首席經濟師 說到如果特朗普真的重返白宮 其實對宏觀經濟也帶來一些風險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 我們經濟報的網站看看 好 近一點 這就是推到11月的情況 即是大選會落實的時候 但譬如短期而言 現在美股看到 真是破了位創新高 你會覺得在這個水平 會橫行好一段時間 其實是否也很大 之前衝勁美國3月會減息 剛才Wendy也提到 現在會冷靜下來 大家傾向看 最快是5月才會減息 可能對於美股來說 也會有一個冷卻狀況 傾向上來說 可能2月開始的時候 進入業績期 公佈了業績期 傾向上 投資者的沽貨意欲 會比較大 所以預期2月至3月 這些時間 傾向上 美股回調的機會 會比較大 可能會直至 去到真是確認 進入減息周期開始的時候 才會再次升上來 因為剛才我們提到 特朗普的考慮 亦要考慮競續連任的總統拜登 他對於美股 以至經濟表現 我想都會關注 如果要打這個經濟牌 由1月升到11月 其實肯定是不可能 所以稍為在第一季或第二季初這些時間 稍為美股有調整 之後才會再升上來 再突破這個高位 對它的選情方面 會相對有幫助 變成這個向度去預測的時候 我相信可能會在2月開始 美股會有一個調整 然後有機會 5月之後 確認了進入減息周期 就會再升上來 大概升到上9月的時間 這樣會對它的選情比較有利 好 Thomas的看法 也是可能判斷2月有機會有一個調整 大家有倉的就留意 好 我們看看港股上日的走勢 恆生指數 失守萬5點 見15個月以來最低水平 恆指跟隨外圍 昨天能夠高開40點 之後隨即向下 內地股市下跌小加劇 港股最多跌514點 收市跌幅收窄到347點 收市是報14961點 跌幅超過2% 科指收市跌94點 收報3035點 跌超過3% 國指收市跌125點 收報501點 跌幅2.4% 但市存日成交 升到1,121億 北水連續第七個交易日 錄得淨流入 金額降至6億6千萬 淨流入最多的是美團 有3億5千萬 智商銀行有1億6千萬 平保有1億4千萬 淨流出方面 騰訊有2億1千萬 中國移動有1億6千萬 小鵬汽車有1億4千萬 恆生指數上日跌穿5萬 進一步逼近 2022年10月的低位 14597點 國指昨天一度失手是5000點 科指一度失手3000點 內地上午公佈了貸款市場利率 沒有變動 LPR沒有變動 內地股市臨近美市 就下跌了家劇 內地股市的跌幅 大概1-3% 收市後公佈了 國務院總理李強 星期一主持國務院上務會議 要求採取更加有力的有效措施 著力去找市場 找信心 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的態勢 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先問問Thomas 恆指昨天失手15000點 昨天的收市位距離前年10月的低位 只有360點左右 但在跌市當中 成交上1000億 樓上 短線而言 你覺得前年10月的低位支持力大不大? 後市你會覺得是甚麼水平上落? 其實300多點 對應現在 不到15000點 恆指的水平 都是差2.多% 我相信市場未必會有一個很在意位置的狀況 但反而要留意 如果連續兩個交易日 恆指收低於14800點 都有個心理準備前低位14597點 其實都會穿的 在這個狀況下 可能有機會就要看到 差不多14200點 才傾向上有支持 另一個方面 現時來說 見到期指的表現好些 有機會開局的時候 可以升超過100點 差不多開市了 會留意 就算這樣彈一彈 去回1500點 樓上還未安全 恆指要直至15800點 來收市 後市才確認擺脫了現在的跌勢狀況 暫時去看 國務院總理李強 這樣就